一拍完照 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右手轻拍日本外长林方正的背 印尼东协外长会 日中外交官场边会谈过招 王毅先领后兵说 中国反对辅导核污水入海 反遭林方正要求从科学观点来看 说日方符合国际标准 而林方正也就钓鱼台等东亚情势 以及中俄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 表达担忧 并重申台海安全稳定的重要性 而另一头 中国商务部暗指日本限制出口半导体设备 是政治干预经贸合作 各别国家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在此同时 日本首相岸田13号在比利时 与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举行日欧峰会 会后日欧在联合声明中强调挺无抗恶 关注香港新疆西藏人权 钓鱼台等东海南海局势 也重视台海和平稳定 敦促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14号岸田一回到日本 又立刻与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 密立会晤 密立表示 美国和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 必须在今后几年加速对台湾交付器 协助加强台湾的自我防御能力 剑熊耀会文蔡球门报道 明天 明天